主料,鸡肉600克,蘑菇200克,補料,油,盐,甜面酱,料酒,胡椒粉,蚝油,葱,姜,蒜,白砂糖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鸡腿块切成小块,放入料酒,胡椒粉,蚝油腌制,香菇,杏鲍菇摘洗干净,在帽顶上画个十字,大葱切条, 大蒜切片备用,炒锅中放入少许油烧热后,放入酥,蒜边炒出香味,倒入鸡腿块边炒至变色,放入甜面酱,酱油,白砂糖翻炒均匀,倒入香菇和杏鲍菇炒匀,倒入适量的精水,大火烧开,小火慢炖,炖到汤汁浓稠即可,烹饪技巧 一,由于一块进行了提前腌制,在烹炒的过程中,又加入了酱油和甜面酱,咸度足够,所以不用再放盐了 二,可以稍微多加一些清水,做好后,留些汤汁浇在米饭上,那才好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